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有铺和膜 你们知不知道出网是要犯规的 打球的时候如果是我出到这个球网 是要犯规的 有点基础的都知道 就打球的过程中 我们球拍是不能触碰这个球网的 包括那个网注我也不能触碰 网注触碰也犯规 好吧 那么如果球比较远 就稍微球远一点点 在这种情况下 我用刚刚那个动作铺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有些球它比较近 比较贴网 甚至有些滚网的球 那我如果是这样去铺就容易打到网带 对吧 就容易打到这个球网 那我就犯规了 为了规避这种问题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用一种模的技术 打一个 OK 这个技术怎么打呢 来看一下 看一下手法 我把一个球在这 比如说球在这个位置 这个球是这样过来的 就是这个球的过往的点在这个位置 那我拿着这个球拍呢 变仓一拍 从右后方往前去贴这个球 贴到这个球的时候 手指发力 然后往这边拿开 那么其实是从左后方 从右后方往前去铺球 然后往左后方拿开 看到吗 这样拿开 然后这个动作做快了之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抹的状态 抹的状态 那么其实 就是有些同学以为是这样去抹 不是这样凭着抹 它是往前 扑到球又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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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到球 拿开 从右往前 扑到球 拿开 多快一点就变成了一个抹的动作 来试一下 滚往也能够抹过去 对吧 这个没过 对吧 它特别贴往的球 我很快 一下就能够把抹过去 这个就是抹的这种技术 抹的这种技术 好吧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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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